我现在是位于乾陵司马道中轴县向南延伸的二胜广场 前往乾陵旅游的车辆很多都会经过这里 这是武则天和唐高宗的雕像 高15米 象征着武则天在位15年 围绕乾陵四周修有环陵路又称环山路 自驾的朋友可以沿画面下方左手的这条路进入环山路 也可以把车停在画面下方右侧的这个停车场 沿着司马道步行而上 现在无人机是由南向北沿着司马道中轴县飞行 远处正中位置的山峰就是乾陵主峰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墓 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前县城北 海拔1047.3米的梁山上 梁山是一座自然形成的石灰岩制的山峰 三峰耸立 北峰最高 南面的两峰较低 两峰东西对峙 当地群众称为双乳峰 上面设有雀楼 如果从乾陵的侧面远望 梁山就像一位女性的身躯仰卧大地 北峰为头 南二峰为胸 是女皇武则天的绝妙象征 乾陵陵园的东西鱼 分布有陪葬墓17座 目前正是对外开放三座 出土了唐三彩 唐木壁画 石墩献刻画 等珍贵文物4300余件 被誉为唐代文化艺术的宝库 陵园内现存华表 一马 石狮 无字碑 数圣祭碑 等大型石刻120余件 被誉为历代朱皇陵之冠 和圣唐石刻艺术的露天博物馆 乾陵是唐十八陵中 主墓保存最完好的一个 也是唐陵中唯一一座 没有被盗的陵墓 可以说是中国最坚固的帝王陵墓 1300多年来 乾陵遭遇过大大小小 不同规模多次盗挖 下期视频里 会专门零距离带大家去看看 真正的皇朝沟 绝对震撼的 史上最大规模的 盗挖乾陵遗迹 现在 无人机是沿着主陵的西侧 向北飞行 可以看到乾陵背面的地势 也非常开阔 现在无人机是位于 乾陵主峰的正上方 向后倒飞 天气好的时候 视野可以跨过前方的关中平原 直接看到对面几十公里外的中国龙脉 秦岭山脉 无人机 刚飞完首轮 能见度突然好转 能依稀看到南边的秦岭轮廓了 这边是前线县城区域 这是位于司马道上的滑表 高约7.8米 重约40吨 这是一马神兽 在司马道上对峙而立 自驾车辆和出租车 可以到达司马道中段的这个位置 再往前走 就属于购票区域了 现在的位置 就是导览图上 红圈标为1的地方 位于南面二峰的中间 门票价格是100元 这是已进入购票区域内的游客 好 现在无人机 低空进入购票区域内 看一看 从这里开始 需要门票进入 两侧 矗立着许多高大威武的石声像 现在下面这一队列游客 正走向的右边去处 就是文明天下的武则天无字碑 左边是祭送唐高宗功德的 数圣祭碑 无字碑通身取材于一块完整的石头 高7.53米 总重量达98.8吨 背上的雕龙和文士 异常精美 武则天 是一个善于用时间打败一切的人 他14岁入宫 先是用18年的时间 当上了皇后 然后又用35年的时间 当上了皇帝 死后 又用1300多年时间 证明了自己陵墓的坚固 以及其魅力的不朽 可以说 武则天生前征服了天下 死后征服了历史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里 带大家零距离去看看 真正的皇朝沟 到底在哪里 究竟有多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